為了避免煞氣中途逃竄 喪罵掌的隊伍 會由法師 雞童和神明沿途壓煞 在一路燃放鞭炮 警告聲人迴避 每個路口會進去的那個村莊 都會派神教或者是雞童 出來路口那邊鎮住 就是怕說我們在雞童過程中 那些時常會亂竄跑到別的村莊 由奎妍壓陣的宋煞隊伍 以最快速度到達海邊 一一的將往生者碰觸過的物品 以及沿途擋下了掃把 清竹符 還有青龍集中之後準備火化 緊接著是最重要的戒院科儀 幫他戒開繩子 那個繩子一定要由法師去戒 上吊者又被那個繩子 全觸了那個氣 就是把你綁在那裡 一定要把它戒開 他那股氣才會晒